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一个库台科15号S1青春版这个充电宝 咱们的测试视频都在咱们的主页 有需要看测试的 可以先去看测试视频 咱们这一期就是把这一个青春版的充电宝 咱们把它拆开 看看内部的电路构造跟标准版有什么不一样 喜欢咱们视频的朋友们 别忘了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新来的朋友们关注一个 咱们是一个专注各种数码配件 评测和拆解的一个博主 裤带科的品质的话 一直都是非常棒的 我们看看内部的用料 跟15号的标准版有什么不一样 咱们话不多说 先拆解它 看外面这个构造的话 这个青春版的电轮柱 应该跟标准版的电轮柱是一样的 从后盖这里下手把它撬开 这个地方掐的是非常紧的 大家在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 请大家不要去拆它 内部的电芯就在这个里面 很容易把电芯撬到 所以说我这个已经撬了半天了 才把它撬成这个样子 专业操作 请勿模仿 费了963虎之力啊 终于把它盖子撬开了 全部都撬烂了 我这么小心的撬 都已经把这个里面的电池 外皮都撬掉了 撬开以后 这里面还有几颗螺丝 我们也把这个螺丝把它卸下来 卸掉螺丝以后 我们就可以顺利的把里面的板子拿出来 这就是它内部的样子 壳底内部的话 这里是显示区域 这是一个功能按键的按钮 这里面是用的普通材质的一种石墨烯的散热贴 增强散热作用的 然后主板正面的话 这里有这么厚的一张缓震泡棉 然后上面还有散热的硅脂贴 贴在这个部位的 旁边这里贴有青颗子保护 八颗电芯四串两并 撕下这个青颗子 两个检测电池组温度的热敏探头 电芯也是通过裂片点焊的方式串联在一起的 用打磨笔把这些焊点全部都打磨掉 把主板取下来 断开电池的正负级裂片 然后取下这些螺丝 取下这个电池单体电芯的检测线烂 要把这个两个热敏探头都要挑出来 取下这一个Type-C二口的一个模块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板子给拿出来 主板下面有一张缓震泡棉 这就是取下来的电池单体电压检测线烂 这一个就是固定主板和电池的一个黑色的支架 这个就是八颗电芯四串两并电池组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移动电源内部的组件 我们下期再见 经常看咱们拆解视频的朋友们 很容易的可以看出一个产品它内部的用料的情况 包括同品牌的不同的型号 我们把电路分析了以后 你就知道它这个内部跟其他的型号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现在就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个S1青春版它内部的电路构造情况 这个库代科15号电能柱用了四串两并 一共八颗18650电芯 厂家来自成立于2001年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理电池平台公司惠州一伟理能 这八颗电芯的型号是ICR1865026V 18650就是电芯直径18毫米 高度的话65毫米是近年来很常见的一种电芯规格 八颗电芯都是采用裂片点焊的方式连接在一起 这一部分电路就是锂电池保护电路 它有保护IC 开关NMOS 电流采样电阻 NTC热敏探头 单体电压采集等元器件组成 这一颗锂电池保护芯片 4E型号 CM1341DAT 来自成立于2017年一家专注于电池管理 电源管理芯片开发的公司 深圳市创新微微电子 这是一款专用于4串理铁 蜡电池的保护芯片 类似有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 通过检测各节电池的电压冲放电电流及温度信息 实现电池的过冲过放电均衡断线低压净冲 放电过电流短路充电过电流和过温保护等功能 放电过电流保护延时外置电容可调 其他保护延时类质 锂电池均衡电路由贴片电容贴片电感 4E2A的PNP三级管 4E1001的贴片电阻构成 用来均衡电压 延长电芯使用寿命 提高电路的安全性 保护芯片的背面 两颗电池保护开口管 4E型号3618A1 来自成立于2012年始终聚焦功率器件研发与应用的技术公司 深圳微造半导体 这两颗MOS的规格是 耐压30V内部的导主6.4毫 两颗R2005贴片电阻 用于四串两并电池组的电流取样检测 这一个接口就是电芯单体电压检测接口 这两个就是这个充电宝的温度采集热敏探头 拆了10号15号标准版 到这一个15号的青春版 我们通过各种方法 终于把这个区域的两路降压电路 芯片资料完全都查到了 10号电能棒和15号标准版 以这个资料为准 第一组深压电路 4E型号HMGBA 六角深压芯片 实际型号SY73 来自成立于2000年 致力于高功率密度 高效率电源芯片的研发销售的公司 美国希力杰半导体 这是一颗深压芯片 搭配使用四印4R7 4.7V亨的电感 组成一组深压电路 一颗四印L4KNY的线性纹压芯片 实际型号TPL810 来自成立于2012年 一家由美国硅谷著名VC投资的半导体公司 苏州斯瑞普微电子科技 这是一颗高性能及低压差 线性纹压条件系芯片 这一颗芯片跟刚刚那颗芯片配合 输出5V电压 给主控MCU及协议芯片供电 第二组降压电路 一颗四印LU降压芯片 实际型号SY8301ABC 一样的来自犀利节半导体 这是一颗高效率输入同步降压 吻压器芯片 配合这一颗降压电感 组成一组降压电路 输出5V电压 给数码管驱动芯片进行供电 这一颗是贴片式的一个按键 这个是三位的数码显示管 数码管驱动控制器芯片 四印型号TM1643 来自成立于2003年 以集成电路IC设计半导体设备制造的企业 深圳市天威电子 TM1643是一种LED驱动控制 专用电路驱动芯片 内部集成有MCU数字接口 数字锁存器 LED高压驱动 性能优良 主要应用于电子产品LED显示屏驱动 电池输出端 滤波固态电容 来自1984年成立 以研发制造销售 铝电解电容为核心的企业 香港东家电子 这一颗电容规格是100V宝 耐压25V 属于东家电子VR系列 高纹波电流 低阻抗 贴片式固态电容 旁边有6颗MLCC 这一面3颗 这一面还有3颗 并连进行输出滤波 Type-C ECO的深压电感 四印2R2 2.2V亨 这是一颗合金电感 Type-C ECO深降压电路 四颗同步深降压开工馆 它们的四印型号都是6354 来自成立于2000年一家专门从事 电源类集成电路设计和生产的高科技公司 美国的AOS万代半导体 这颗NMOS的规格是30V 内部的导主3.3毫欧 一共用了四颗组成全桥拓扑电路 实现高效的输入和输出 双向功率流动 Type-C ECO深降压电路的深降压控制器芯片 四印型号SC8815 来自成立于2015年国内领先的 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之一 上海蓝芯半导体 这是一颗支持双向充放电 带IRC控制接口的 深降压控制器芯片 支持最高40V输入和输出的电压范围 提供完整的充电循环管理 通过IRC接口 可以很方便的设置 充电电流 充电电压 以及其他等等参数 内部集成10比特ADC 提供各种完善的保护功能 从而保证了各种异常情况下的安全 Type-C ECO的USB协议芯片 四印94P829 来自成立于2006年 从海力士半导体公司 单片机方面分离重组出来的一家公司 ABOV现代单片机 这是一颗高集成USB Type-C PD微控制器 符合最新PD3.1标准 最高可在28V 140W高电压下充电 还提供了针对部件放置空间优化的解决方案 类似8比特M8051处理器 可实现定制的系统管理功能 Type-C ECO深加压电路 两颗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一样的来自东家电子 规格也是100微法 耐压25V VR系列固态电容 旁边一颗R2008贴片电阻 为Type-C ECO的输入电流采样电阻 一颗4印511的放电电阻 和4印KN的MOS管 组成多重保护机制电路 放电电阻防止电芯过度放电 MOS管用于电源开关和过流保护 两者配合 用于提高电源效率和能量管理 Type-C ECO的输出VBUS开关管 采用的是两颗MOS开关管 4印型号3008M 来自成立于2011年一家MOSFIT 分立器件设计与供应商 深圳新电源科技 规格是耐压30V 内部导主12毫欧 两颗开关管串联降低导通电阻 提高开关速度 减小开关管功耗降低发热 Type-C ECO一颗堆积片式陶瓷电容MLCC 用于输出再次滤波 电流采样电阻R005 被放置在深降压电路的前端 Type-C ECO和USB ECO 降压电路输入端滤波固态电容 一样的来自东家电子 规格是100V法 耐压25V VR系列固态电容 Type-C ECO和USB ECO的 降压电路的降压电感 采用思印100 10V亨的合金电感 Type-C ECO和USB ECO 降压电路的降压控制器芯片 思印型号SC8101 一样的来自蓝芯半导体 这个芯片支持 4.4V到32V的输入电压 提供高精度的输出线流 总输出功率 可以通过一个电阻器来编程 内部集成了高低侧 NMOS开关管 具备可编程限损补偿 可编程频率设定 外部元件精简 可实现用户不同应用最大功能 还支持全面的保护功能 Type-C ECO和USB ECO 降压电路的输出 绿波固态电容 一样的来自东家电子 规格100微法 蓝牙25V VR系列 思印511的放电电阻和思印KN的MOS管 组成多重保护机制电路 确保充电宝安全可靠 Type-C ECO和USB ECO的USB协议芯片 思印型号SC2153A 也是来自蓝芯半导体 这是一颗支持PD和DPDM快充协议的控制器 内部集成反馈环路 支持最新的Type-C和PD3.0标准 同时还支持使用DPDM借口的专有快充协议 内部集成32位高性能MCU类盒 芯片针对各类快充协议 集成了USB PD物理层 Type-C检测 DPDM快充协议物理层等等 芯片支持丰富全面的保护功能 Type-C ECO的输出VBUS开关管 也是采用了两颗MOS开关管 也是用的深圳新电源科技的3008M USB ECO的输出VBUS开关管 也是用的两颗串联 4E型号RU8205A 来自成立于2009年 一家从事规计功率半导体研发销售的企业 深圳瑞进半导体 这颗MOS的规格是赖压20V内部的导组14毫 Type-C ECO和USB ECO各用一颗MLCC 用于输出再次滤波 这颗R2005用于Type-C ECO和USB ECO的电流采样 还是一如既往的 这个青春版电轮柱 三个充电口都设置有ESD 防静电二级管 用于静电防护 确保内部芯片的安全 其中两个大功率的C口 还设置有4IN24CA的顺态抑制二级管 确保充电宝大功率输入输出的安全可靠 这是这个充电宝两个USB-C连接器 一个蓝色舌片为大功率 灰色舌片为小功率 内部都是光滑细腻没有毛刺 这个是USB-ECO的舌片 灰色一样的光滑细腻没有毛刺 做工都是很好的 这是充电宝的黑色后盖壳体 上面有PC加ABS主燃材料的标识 这一个是固定电池和主板的一个黑色框架 上面一样的有PC加ABS主燃材料的标识 撕掉主壳体上面的 磁墨烯散热贴 这上面也有PC加ABS主燃材料的标识 看完这个库台壳15号 SE青春版拆解和内部的电路 大家是不是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这个主板就是10号电能棒的修改版 电路布局几乎是一样的 可以看到显示功率的显示屏电路 换成了数码管 修改了功率输出的参数 增加一个Type-C二口 然后再增加四颗电芯 内部用料一如既往的很不错 文波控制一如既往的非常极品 这是米家用户和苹果用户 必演入的一款产品 喜欢咱们频道的各位老铁们 记得一键三连哟 咱们的频道专门做测拆 测试必须详细 拆解必须彻底 这就是咱们的风格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